明星恋情都是粉丝极度关注的一个点,谈个恋爱上热搜式尝试,要是当红偶像被爆料,那粉丝绝对会引起躁动,脱粉吐槽黑料接踵而至,导致大多数星途较好的明星不愿意将恋情公布。 但娱乐圈也有这么几个明星,自己不及粉丝级,为什么别的偶像都结婚生孩子了,你连个绯闻都没有。 5月天的主唱阿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近和蔡依林传出有恋情,有网友翻找了两人的互动,简直就是亲密的情侣啊,粉丝们还没开始有动作,偶像就已经出来回应说没有这回事,阿信的粉丝直摇头,怎么回事,屁摇我竟然有点失望。 也有好试者指出,这就是蔡依林为了宣传新专辑而弄出来的,阿信只不过就是她用来提高热度的,结果阿信直接回应,现在粉丝们在帮羌的同时宣传专辑,现在网友都知道她要出新专辑了,之前的专辑也是蹭热度,影CP,顾忌重失。 这一说法看似很有逻辑,实际蔡依林和阿信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人关系都是很坦荡,蔡依林虽然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但之前都是强调自己单身,蔡依林最近很忙,而且以她们两人的热度是不需要操作的。 台湾歌手都是比较有实力的,卖萌撒娇走不上大舞台,没有实力就没有公司支持,也就没有粉丝。 蔡依林本来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一个人,和更害羞的阿信在一起就会主动开玩笑逗她,蔡依林在和罗志祥的交流下就不一样了,在这方面罗志祥要更胜,带话题自然也就落在了她身上。 蔡依林在参加阿信等人的演唱会时,将外套脱下露出肩膀,轻易地喊着歌,阿信不好意思地将蔡依林的衣服拉上去,引得台下粉丝尖叫连连。 两人都是歌手,在演唱会上给粉丝一起表演的时候,蔡依林摸了阿信病脚,阿信自爆说这是第一次被女孩子摸病脚,这个地方也是自己的敏感的,会很紧张。 两人还在舞台上爆笑不夸,蔡依林也会带着理由多次摸病脚,带动氛围,直言以后要多合作才行,因为她还要帮阿信设计性感衣服在演唱会上给粉丝穿这样的福利让粉丝非常激动,让阿信本人十分害羞。